大家好,我是马丁 欢迎来到我的炼金术频道 今天的影片中 我要将报废的电脑键盘 变成白花花的影子 我们用来炼金的键盘 是市面上最常见的薄膜键盘 将键盘拆开后 你会发现三层半透明的导电薄膜 薄膜的上下两层 这些银白色的线路 就含有白银的成分 要溶解白银 必须用到硝酸 因此我将键盘薄膜 裁剪成适合放入烧杯的大小 以方便浸泡在硝酸溶液里 在准备就绪后 我将薄膜放入烧杯 加入适量的蒸馏水 再滴入大约五毫升的硝酸 经过大概一个小时后 膜上的白银几乎完全溶解 硝酸溶液呈现如白色 代表溶液中含有氯化银 有可能是蒸馏水被含氯的物质所污染 也有可能是硝酸与塑胶薄膜起了化学反应 将塑胶中的氯给带了出来 接着我开始过滤硝酸溶液 氯化银是一种对光敏感的物质 在阳光曝晒下会分解成氯气与氧化银 因此硝酸溶液从乳白色变成了灰色 过滤后的溶液呈现透明 为了确保溶液中没有残留的白银 我加入一点盐酸 看看是否还会形成氯化银 结果完全没有氯化银沉淀 这代表溶液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白银了 下一步我将氯化银转化为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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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银转化为纯银转化为纯银 氯化银转化为纯银转化为纯银 会释放热能 因此要小心不要被烫伤 好 我要黄蓶转化为纯银转化 在充分的搅拌与清洗后 绿化银变成了黑色的纯银粉末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 将银粉融住成一颗白花花的银豆子 然后用派一颗白花花的银水 成分的蒸银 zd 晒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